养儿有三季你知道吗 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呢 其实啊养儿养女都是有禁忌的 养儿有三季养女有五季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养儿的三季 第一既娇生惯养 男孩子呢以后要承担家庭的重任 那么一味的娇生惯养呢就会受不了挫折 吃不了苦 他就很难的去成就大的事业 第二呢就是既太年妈妈 儿大并母到了一定年龄呢 妈妈就要适当的远离了 让爸爸多和孩子相处 这样才能够培养孩子的阳刚之气 第三既没有好的个性 如果说孩子唯唯诺诺没有主见 那么做事情拖拖拉拉犹豫不解 就很容易放弃 这样的孩子呢就很难有大的出息 对以后的婚恋啊也会十分的不利 所以同意的家长点赞收藏 关注我学习更多的育儿之道 今天呢我们来讲养女五季 一既穷养 女儿一定要富养 那么这里所讲的富并不只是物质上的 其实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 女孩子就是要多见世面增长知识见识 第二呢就是既太骄纵 如果对女儿过度的溺爱 就会让她变得骄纵任性 动不动就生气 对人际关系和以后的婚恋 都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呢既不独立 女孩子要学会独立 不能事事依赖他人 否则很容易失去自我 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感情方面 都应该要独立 四既太懒惰 房间不收拾 衣服懒得写 懒得学习等等 太懒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五即太天真 很多家长在教育女儿的时候 只让孩子看到了世界美好的一面 导致了孩子长大之后 很容易相信他人 过于天真就容易吃大亏了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 赶紧收藏起来 转发给咱们家的宝贝女儿看看 关注我 学习更多的育儿之道 是